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刚从国外回来的球迷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在家里乖乖做好检疫或是隔离措施 不要再出门乱跑了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症状就可以出门 要记得病症是有潜伏期的 所以请从国外回来的球迷朋友 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乱跑 直到检疫结束 如果觉得无聊的球迷朋友们 可以多多看阿都的影片啦 今天阿都就是要来介绍球员给你们认识 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是 长得超像美国大法官的台湾法官陈子豪 子豪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届 也是最后一届的高中生选修的球员 曾经刷新了过去多项最年轻的记录 包含以18岁又76天成为最年轻出赛的球员 以及成为最年轻全雷打的球员等等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陈子豪出生于1995年7月29日 来自于台东县的陆野乡 身高179公分体重101公斤 国小与国中都在自己家乡的棒球队成长 从小打击能力就已经备受看好 一直是队上的阻力大炮 高中后开始在大赛中展露头角 进入了职棒名校高院工商就读 高任那年冬天 陈子豪在御三杯国际青棒邀请赛的比赛中 对战日本队单场七打数五安打 比赛结束后 四成六二的打击率排名第二 六支安打与五分的打点排名第一名 之后在高三的比赛中直接不演了 靠着五成与五成二三的打击率 分别拿下大通杯与御三杯的打击奖 高中毕业后为了帮忙分担家计 放弃读大学的机会 选择投入第一届高中生选修会 虽然在过程中 陈子豪都有被大联盟的球探向中 但是不稳定的守备表现 也让大联盟球探放弃了这个机会 在2013年的高中生选修会上 子豪同时成为了Lamigo与兄弟相第二轮选中的球员 最后兄弟相中千获得了选入陈子豪的机会 以250万的签约金正式进入职业世界 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在网路上看到了一段小插曲 在选修会结束后 陈子豪在网路上发文打上虽小两个字 起初大家都以为陈子豪认为加盟兄弟 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 但是一直到几年后的访问上 陈子豪本人才曾经 是因为当时在观看选修会 手机刚好没电才会发出这样的动态 网路真的是虽小 但是武藏俱全啊 进入职业世界后的陈子豪 还没有在职棒厂商出场过 先是被派出去参加U18的比赛 在预赛上陈子豪与队友靠着 四胜一败的成绩打进复赛 只可惜最后复赛以2胜3败收尾 但是有一个部分还是要提啦 子豪在对决韩国队的时候 一局下班秀爆韩国队的头手 打下追评分 最可怕的还是 在三局上半还差点被阳光gank变成战犯 还好最后顺利的接杀了打者 陈子豪与队友在10局下半 打破僵局制的时候 打下一分追平分 11局下半再靠着梁家荣 陈崇宇的安打 以及林立的在剑宝宋 把韩国队踢回去 这场比赛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大家的回忆 U18世界杯结束后 陈子豪受到了世界肯定 拿下最佳外野手奖 让陈子豪的经历 在天上一笔完美的记录 结束了U18的冒险 子豪进入了职业的场上 起初先在二军调整自己的步调 他在二军出赛四场 打下了三乘三战的打击率 教练团在一军赛事的最后一天 决定将他拉上去试试水温 可惜在生涯前三个打席都挂单收尾 季赛结束后 被球队派出去参加冬季联盟比赛 虽然只有角出两层七三 三层一三 三层七七的三维表现 但是其中打出了三支的三连安打 其中还有一支是面对北方忧城的 158公里的速球所敲出来的 2014年陈子豪开始有较稳定的出赛机会 但是在周思琪与张志豪双箭头卡位的情况下 陈子豪只能当第四外野手 作为第四外野手 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有创意介绍自己的方式 陈子豪在生涯第三场出赛的时候 就上演了使用拳雷打来介绍自己的戏码 这支拳雷打刷新了张泰山过去所保持的 19岁又163天敲拳雷打的记录 成为了联盟最年轻的拳雷打球员 之后陆续刷新最年轻倒壘成功 以及最年轻参加拳雷打大赛等多项记录 在拳雷打大赛上 陈子豪只敲出一支的拳雷打 没有打进复赛 不然看到强打少年在上面一打七虐菜 实在是不好看啊 2014年整年度陈子豪搅出 两层47、两层90、三层67的打击三围 外加上四发的拳雷打 与29分打点的表现 季赛结束后 中信兄弟顺利杀进了总冠军赛 陈子豪也被写入了28人名单内 在第一场比赛 八局上半被换上场带打 这下子可好了 这次的出赛又再度刷新最年轻参加总冠军赛的记录 可惜的是遭到了投手的保送后 马上就被换下来 没有后续的进攻机会 第二场比赛 在六局上半林威柱上场带打后 下半局被换上场担任右外野手 在九局上半终于又有了打击的机会 雷包上没人的情况下敲出一蕾安打 后续靠着张志豪敲出安打 让陈子豪跑回生涯总冠军赛的第一次得分 Game3获得了总教练的新任先发出赛 结果子豪并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当天表现三打数零安打 整个系列赛缴出两成的打击率 从冠军赛结束后 陈子豪再度刷新了多项最年轻的记录 以联盟亚军结束了职棒第二年的旅程 2015年6月9日 陈子豪敲出了自己生涯的第100只安打 这只安打再度刷新了最年轻达成100安的记录 换了会不会因为在球场旁边比较 我先看场上 这时候是打到了投手的身上 我看黄顺雄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是一只内野安打 看来这位外野版的冒野无量是 很有野心刷新各项最年轻的记录士吧 蛮扎实的在中左外野方向两位外野球赶过去 哇齁 陈子豪 精彩的手背美技完成了接杀 嗯 田底中信兄弟再度进入总冠军赛 子豪依然被写入了28人名单内 可惜在这一年他依然软手了 整个细节赛五个打数只敲出一只安打 吞下了两次的三阵 无法复制季赛的成绩与不稳定的打击表现 依然是陈子豪为人诟病的一点 时间快转到2016年 陈子豪在这一年化身成为利路的大炮 在自办加上官办热身赛的15场比赛 陈子豪就夯出了6只大的 靠着热身赛狂轰猛炸的成绩 顺利挤进了开季26人名单内 刚开季的时候 陈子豪依然只能扮演第四外野手 但是到了4月开始拥有较稳定的先发机会 上半季结束时保有高档的3x16的打击率 虽然拥有最高档的打击率 但是陈子豪居然首度落选明星赛 下半季开始陈子豪的打击率逐渐上修 从原本的3x16提升到了3x50 包含9月单月打了6发的拳打 是生涯新高 生涯首度缴出3、4、5 以及失误轰与70分打点的成绩 例行赛结束后 中信兄弟第三度挤进总冠军赛 在G1这场比赛里 陈子豪并没有先发 七局上半被换上场守备后 在八局上半有了守备的机会 但是陈子豪决定放掉这一颗球 这个动作惹怒了学长郑凯文 然后就 这次的系列赛 陈子豪还是没有掌握住 表现自己的机会 留下生涯第一次总冠军赛 打击率只有0的记录 2017年陈子豪的炮管不仅没有生锈 反而还擦得更干净更亮 在4月30日这天直接不演了 不仅搅出三翔炮的表现 还同时成为了中职最年轻敲出三翔炮的球员 更会跑啊 陈子豪这球带起来飞的距离还蛮远的 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球 一些其他时间投入的话是有这样的机会 这球又是 Falde非常的深远 车 what did it Rae 当时 except 泻搭是3大分别针对2位不同的投手 给出来了 ted mask 这排又是掃得非常的深远 在子派上 吼吼 塞 整年度打下来陈子豪耀 擁有到3x36 3。94 6.22 的打击征伍 在6月的時候還靠著4、5、9的三圍 加上5轟的成績拿下生涯首次單月MVP 技術中因為手受傷的關係出賽場次下降 但是還是打下了很漂亮的成績 19隻的拳打也是自己生涯的新紀錄 幾乎在亞冠賽對決韓國的時候 扛下了正中的第四棒 本次的亞冠賽裡面除了對決日本的時候 有繳出一隻藍打 其他打數都掛0 最後留下了2x50的系列賽打擊率 結束2017年的旅程 時間快轉到2018年 這年陳子豪健康的出賽 在這身賽上展現了自己的搶打少年的威力 被三陣後他怎麼樣 直接將球棒給折斷 那時候好像在美國跟在台灣 折斷球棒都是討論度很高的行為 不過陳子豪雖然折斷了球棒 讓他看上去是一位脾氣很差的球員 但是陳子豪曾在面對一顆報復性的警告球 居然沒有任何生氣的情緒 完全洗刷了我對他的看法 都出來暖身了 這個 ajuda 郁寶貝 到了隔天的比賽上 陳子豪認為在球場上的事情 還是用球棒解決吧 直接在滿蕾的情況下 棒打陳鶉穩 將球送往了外野大牆 外加上Hopper式甩棒 这发全雷打不仅能够作为甜蜜的复仇 同时也能够作为陈子豪本季的第一发全雷打 不仅折断球棒 加上帅气甩棒表现自我 陈子豪还曾在队伍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急速一蕾安打帮助队伍追平比速 变速球应该还不错 虽然那场比赛最后忠信兄弟没有夺下胜利 但是也展现了子豪个人的打击威力 整年度陈子豪健康出赛115场 虽然陈一度在打点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可惜越打越没力导致状况下滑 留下2成90的打击率 联盟第二高的80分打点 与生涯首度夺得最佳外野首奖 子豪在年底也决定参加冬季联盟重新调整自己 在冬季联盟上陈子豪大杀四方 初赛8场里面敲出了一发的拳雷打 另了二万的是他比赛到一半的时候 在跑壘过程中被钉鞋踩中 最后商退留下4成的打击率 外加上一轰与4分打点的成绩结束了正年的旅程 2019年开季陈子豪与球队薪资谈得不顺利 决定在周四期之后开出薪资仲裁第二枪 在季中也顺利的获得了月薪30万的肯定 所谓领多少钱就应该做多少事 尽管在开季的时候他的打击状况不稳定 但是到了季中之后慢慢回稳 在6月9号这天落后2分1-2累有人的情况下 敲出安打带有一分打点 后续搭配林志胜的安打 与张志豪的再见安打跑回本类 一个帅气的滑蕾加上拍手跟对手说再见 上演再见比赛完还不够 7月17这天不仅帮助神拜洽哥追平得分纪录 还很事项的棒打陈宏文打回雷包上的彭正敏 让他突破终植新记录 最后还再度缔造了单场三强炮的生涯记录 本场比赛陈子豪个人6打数4安打 贡献了8分的打点刷新自己的记录 同时也追平了本土球员的记录 本年度的19支拳雷打追平了自己在2017年创下的个人记录 带着火力凶猛的表现来到了总冠军赛 面对彭正敏即将退休的情况下 到底陈子豪会是软手呢 还是火力大爆炸 阿都现在讲给你听 G1陈子豪先发出在单任指定打击 4个打数里面敲出了一支安打 获得了一次的49宝送 后面两场比赛除了G2敲出一支安打以外 其他打数都挂零 G4在三局下半一二雷有人的情况下上场打击 敲出一雷安打送回了雷包上的跑者 之后两个打息都遭到投手的解决出局 9局下半最后反攻的机会 子豪在一雷有人的情况下敲出了一雷安打 可惜后面的打者后继无力 没有送回雷包上的跑者导致输球 G5陈子豪先发打完前两个打息后 都没有敲出任何的安打被换下场 整个系列赛陈子豪终于复制了季赛的表现 三层一二的打击率与一分打点的成绩 可惜的是兄弟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夺得总冠军 这也让陈子豪的生涯里面还是没有任何总冠军的记录 2020年这位被誉为强打少年的球员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 强打少年一词到底是过誉还是真实力 会是证明自己呢还是会被取代 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 最后在影片结束前要补上一句 人家是六年五冠我们是六年五雅 每次介绍球员都是要气死我是不是 到底这将近十年的冠军王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哼 好啦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再见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我们下次见 掰掰 by bwd6 by bwd6